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用镜头记录下他们出征的这一宝贵时刻 南大加油 完蛋欢迎 五点万刀的最喜欢点拍中的丁霞 看到他们就尖叫 然后就心跳得特别快 然后就非常激动 想送他们出征 然后祝他们平安回来 中国女排的电脑 以后还说满满了解了解朱婷 她的性格 她的那个态度 和她的那个运动 那个体能 一直在直播 一直在跟直播间老铁服务 老铁问啊 这是哪儿啊 我们女排是在哪儿出发呀 什么时候到的 哎呀比赛7号开始啊 看到狼岛了 看到朱婷 朱队长从这边跑过去了 大家都很有缘也都很激动 那在现场呢 小新也见到了狼兵指导 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 也是这次东京奥运会开幕式 中国代表团的 起手之一 朱婷队长 在出发之前呢 也分别比如说 拥抱了自己的队友啊 包括狼兵指导 还为朱婷队长 自己的衣服 等等很多暖心的主动 为自己的队友们加油打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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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排是为难之立法 我们都关注着女排 也祝福着女排 祝她们路上安全到达 然后在日本安全全地做好防护 然后继续为祖国争功拿金牌 中国女排加油 希望中国女排的奥运会赢金牌 中国女排一向是状态非常好的 像老道所说的 只要参加大赛 穿着国旗的衣服 就要升国旗送哥哥 争取战场最高领奖台吧 祝愿中国女排的姑娘们 能够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 取得佳绩 中国女排加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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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